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晚之道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笑傲江湖顺利在东方卫视播出 收视率一路飙升 引起大家的热议 笑傲江湖的收视飙升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北京乐活会的青年相声演员 贾徐明张康 也来参加了此次节目的录制 贾徐明和张康这两个演员 表演的最大的特点就是 他们从来不会要掌声 得知两个人前来参加笑傲江湖的消息后 世界各国艺术家协会纷纷发来贺电 他们在贺电中说 贾徐明和张康的相声 在过去的几年内 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尤其是对两个人不要脸的精神 给予充分的肯定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共同回顾一下 近日所发生的主要新闻内容 下面是体育消息 在8月2日晚举行的2015东亚杯揭幕战中 中国男足再次不出意料 不负众望 不足为奇 不卑不亢的输给了韩国二队 看中国足球队比赛十几年了 解说员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 中国足球之所以难以成功 主要是因为没有球星 集体运动要想取得成功 是需要球星的 齐达内退役了 法国六年没缓过劲来 普斯卡什退役了 匈牙利六十年没缓过劲来 高球退役了 中国一千年没缓过劲来 鉴于这种情况 经有关部门与全国各地球迷协会 深入探讨研究决定 将撤换掉高球的雕塑 改为使用曹操的雕塑 并奉为中国男族的祖师爷 因为曹操和中国男族的理念 是相当一致的 那就是宁可我负天下人 不可天下人负我 一支足球强队的标识 那就是它的成绩是稳定的 放眼国际足坛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只有中国男族 不是每支球队都叫特能输 中国男族专注出球三十年 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中国男族的广告语就是 我们不进球 我们只是足球的搬运工 8月6日 宁泽涛在俄罗斯喀山游泳市井赛中 夺得了100米自由游泳决赛的冠军 由于帅气的他 迅速成为了国民的偶像 本台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美女 问他们在宁泽涛和被誉为国民老公的王思聪面前 将如何选择 他们都惊人一致的回答道 这个问题多简单 宁泽涛长得帅 身材又好 游泳又那么厉害 所以我选择王思聪 接下来是旅游新闻 据调查 旅游已经成为国人的时尚生活方式 某景区黄金周期间 由于人太多 造成游人拥堵旅客滞留事件 为避免该事件再次发生 有关部门将对游客实施以下规定 单眼皮单日游玩 双眼皮双日游玩 一单一双夜间游玩 戴墨镜游玩者按故意遮挡眼皮处理 不让玩 男追女在一起的国内游玩 女追男在一起的国外游玩 依然单身的 玩什么玩 加班 近日一位重庆旅游的女游客 因为自己锁点的鱼香肉丝里没有鱼 而拒绝付款 此事引起了中国食品行业的担忧 其中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就是老婆饼 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满足一个时刻 买一个饼送一个老婆的愿望 下面是娱乐新闻 成都惊献全球最丑辣相馆 很多国内具有国际范的大明星 纷纷拥有了浓厚的乡土气息 招致很多明星的不满 辣相的制造者这样解释道 这些明星卸了妆就是这个样子 对此本台提出异议 明星出门不全是靠化妆的 比如说郭德纲化了妆 也没见好看到哪去 今年的国产电影票房 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据了解今年票房大卖的几部电影 都已有了开拍续集的计划 煎饼侠的姊妹片 生煎侠已经在提上日程 捉妖剂的第二部 捉人妖剂也在筹备当中 而国产动画的票房神话 大盛归来也将推出一系列的续集 他们分别是大盛慢走 大盛又归来 大盛又走了 大盛还来啊 大盛别走了 大盛你还回不回得来 以及大盛你还走不走得了 还有大盛终结篇 大盛累了 今日歌手陶某向公众道歉 承认自己在婚内出轨 陶某文某王某等名人的出轨丑闻 相继曝光 也让大众唏嘘不语 正如一句名言所说 婚姻就像围城 城外的人想进去 城里的人真会玩 娱乐圈的爱情总是分分合合 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有网友总结了娱乐圈的爱情定律 那就是今天他爱他 明天他爱他 后天他不爱他 他爱他 他又爱上了他的 曾经的他 到后来他和他 他和他 他不和他 他和他 他和他的曾经的他 生出的孩子长得像他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谢谢收看